嗆嗆三人行 今天这个两位老师 我们都是很久没见了 王蒙老师 这个真是 这个很多事这段时间了 还有渣老师刚刚从这个美国归来 时差还没倒过来 是吧 所以咱们先开心一下 不管怎么着咱们要开心 开心一下 最近就说你们河北苍州 有一个法师 叫延伸法师 现在很火 这法师自己还开微博 用很多现在很时髦的语言 人说法师卖萌萌 我觉得修行有道 这个道行山朗 他这个天地万物跟他有亲 你看网上流传这么一段视频 就这苍州口音 这法师一边说法 但是猴都上来跟他拥抱 所以咱们现在可以先乐一下看看 让生命多一些开心 让岁月多一些回晃 让人生多一些景彩 让生命多一些景彩 获得的人生会收获更多的从容 生命是如此的美丽 和朋友们共同走过人生 和朋友们共同祝福朋友 走过岁月 这法师实际很幽默 这事出来还接受人家访谈 主要就是叫人碰到什么事 都别放在心上 要开心 对 而且我觉得都说大陆的人 比如跟港台的 尤其跟台湾人比 太粗 太粗暴 你看人家这个 这我觉得真有温柔 这有点像台湾诗里那种 最是那温柔的一笑 没错 你看他那表情真的很甜美 这个他是苍州的我们家老家 他让生命 人家是这么说话的 他这个 这个第一 我们老家可是是最不温柔的 义和团就出在我们这 练应功 说话声大 没错 爱吵架 爱骂人 这动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一感想啊 过去说苍州特惨 怎么惨呢 一条大街 一个楼 一个警察 一个猴 现在猴多了 我一看好这么多猴 而且跟人相处和谐 真不简单 我都记得 您的那个回忆录里边 都写过苍州的 又穷 而且是严谨地 所以人的 可能跟那个饮食环女 有关 火气太大 具体的不是苍州 是严谨地 是南坯县 南坯县 南坯县 南坯县山 都没有纸 然后在墙上 哪有纸 您好 您厕所有纸 那才几年 就靠墙皮 所以能出这等 温柔人物 我觉得 他起码 他的意思 他是 还是好的 好 是很好 让省人更牙没力 对 苍州话 您现在还都会说 百分之百 他已经是百分之四十的苍州 他尽量说的是 他说的是苍州话 他在说普通话 真要苍州话怎么说 让生命更加美丽 这么说 我喊着说 他这个是在峨眉山是吧 是在峨眉山 人怎么火爆 您有什么见闻呢 不 你看 这个四川的军人厉害呀 怎么军人 军人呢 四川军阀当年 军阀当年也厉害 天下 这个 未乱 属先乱 天下一定 属未定 这过去都是讲这个呀 四川人吃辣椒啊 他四川里边 也有地域的区别 好像他们 按他们说 就是重庆人火气的 但是成都人其实是更是 干嘛这样 茶馆一坐一下 优贤 优贤 咱怎么就说起四川城 这不说和尚呢 我跟你说 这个和尚啊 最近是挺 不知道该怎么做人的 你知道吗 你看最近又有这种和尚还俗 举办婚礼 是和尚是可以还俗结婚的 就有这个新闻 但是呢 现在有这个庙上市的 过去说少林寺 上市的时候 闹过一阵争议 搞得那个市永信 大和尚还出来什么 澄清 说什么 谁说少林寺要上市 等等 有过很大的一个事件 但是最近呢 说是财神庙 某地的这个财神庙 要上市 人家采访说 你这个庙 怎么能上市呢 当地负责人就讲 说这个 那你们来烧香的时候 它就是庙 我上市的时候 它叫景区 就灵活掌握 这种事多了 我跟你说 还有一个什么呢 女娲的遗骨找着了 这几片 我刚听说 这太太中国特色了 女娲就是说 有个县 有个座山 叫人祖山 大概历史有这个传说 就人类祖宗 人祖山 结果 王老师 我发现你也经常被请去 全国各地转悠 我觉得以后一定要注意 就你这个专家学者 最近这几天 那个什么考古学者 出来奋儿辟谣 说帮我们请去 我们没有一个人说 这是女娲的骨头 但是我们可能是做了测定 我们说 这是6200年前的一个骨头 但是怎么就说出了报道 说成了女娲的骨头了呢 这个危险是有的 现在就是大家都很急 急于做文化的文章 没错 我们国家要扮成文化的强国 那么一个省呢 它要成为文化的强省 咱们中国的特点 就什么大家都是学着的 那你那一个市呢 你得文化的强势 没错 那你要到县里文化强县 你要再发展文化强乡 文化强村 那么你这个村里头 你得有个说法啊 是不是 你这有一个 有一个古庙 这哪个很好 你没有古庙 有个说还可以造一个 您不说先造谣 后造妙 后造妙 就有这些问题 其实这个我在这个 小20年前我已经有体会 为什么呢 我要去参加一个 关于李尚隐的一个讨论 就说他那个地方啊 是有李尚隐的坟墓 我认为他有没有李尚隐的坟墓 我对他没有研究 我有兴趣的是李尚隐的 无提师 可是研究完了以后 过了一年多吧 他的一个临线的领导 就来找我来了 就说那个 这个坟墓啊 不在那个县 其实是在我们那个县 所以你无论如何 还得拉一帮学者呀 来这研究 到我们那研究李尚隐来 所以我就知道李尚隐 也是有效益的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孙悟空都有效益 那这大圣故乡 现在都出来了 所以西文庆有效益 但是我还觉得 要是找出潘金莲来 比西文庆效益好 没错 没错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咱们现在啊 我就觉得这是就是 换了人间啊 整个打造一个新的一切 就是说你 你比如说这像是哪啊 这个前一阵说是广东 惠州那个地方 说是要克隆一个啊 跟那个奥地利世界最美村庄 那个小镇 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镇长还都来跟他们合作 然后呢 就咱刚才说这个女娲的骨头 实际上这个背后是什么啊 你这个学者来了啊 你说这是我女娲的这个骨头 实际上当地的矿老板 已经是投资多少个 七八九十个亿 反正是要把它又打造成为一个文化工程 女娲的人类十足 这个我觉得这源头 要说这种克隆的 可能源头还真是美国人 就这迪斯尼的这个 他们叫Magical World 那是第一 就把全世界的微塑全割那了 我现在就觉得神州大地啊 有点神州迪斯尼的意思了 就是到处跟迪斯尼 没错 这个可是一个问题 我预料的一个 一个荷兰人 就大约十年前就跟我忧心忡忡的说 他说他其实是研究汉学的 他研究半天汉学以后 他认为他说你们中国人 我发现怎么那么像美国人啊 就是说你们中国人的发展的模式 基本上是跟美国最相似的 是学美国 然后而且你们好像也 对这种方式特别亲近 就一学就就就就就来 你知道吗 欧洲那个呢 学不来 他说只有一天 他说我们欧洲要变成 为世界上唯一的迪斯尼 你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说最后你们成了 你们全是成假的了 你们成了真的世界了 我们这成了唯一的一个 就到欧洲来 大家最后到欧洲来看 我们成迪斯尼了 你明白他那意思吗 他成公园 罕见的我们成罕见的警官了 没有了 全成你们的全成了 所以他觉得这个他想不通 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 他因为研究汉就觉得 是古老的文化传统的 你们不应该跟美国这种 最新兴的国家 这个文化应该不相通啊 结果最后你们是一路的 我们成少数的了 这个我要是大家 上纲上线说的话 就是怕这个文化呀 弄得呀 太这个浅薄化 而且太急功近利 就是以这个文化为名呢 但是他实际上呢 是就是为了搞景观 搞旅游 对 为了争效益 甚至于是为了抢贪 圈地 是吧 争贷款 因为现在你要搞一个什么 新的一个项目啊 你搞一般的项目 很难批准 现在比较吃着开的是文化 因为我亲眼见过这个 我见过什么呢 譬如说 我也不怕得罪人了 对不起 咱们这个海添区有一个纳兰姓德馆 这个词人纳兰姓德的 因为他原来有坟墓 文化当中被破坏了 后来政协委员提议就建了纳兰姓德馆 但纳兰姓德又没有什么好展览的 叫纳兰姓德馆 没有人到那 到那 可是你上那 你一看门口写着的呢 没有跟纳兰姓德有关的东西 写着都是什么 小鸡炖蘑菇 香春炒鸡蛋 看完姓德当时吃的 手擀面 不是纳兰姓德吃的呀 所以觉得这东西 纳兰姓德是一招牌 把你勾来的还是小鸡炖蘑菇 纳兰姓德招牌啊 它是跟 让跟国家要地 跟这个或者跟银行 人家要没有贷款我不知道 别随便说人家 或者是为了贷款 特别是批地 所以最近挺逗 我去有些地方啊 那当地的文化厅局吧 就跟我说 说现在咱们文化厅局 有权利了 我觉得你应该这时候当部长 这些文化部很重要 为什么说有权利了 他要说修一个斗文头馆 那就领导闹不清斗文头是怎么回事 那你要文化部门 你们鉴定一下 这个馆有没有文化含量 那你想底下的事就甭说了 有权和没权能一样吗 你要文化馆只能管什么 这个图书馆唱几个歌 和您管一批地 你想想这就是什么 而且这个趣味这事 真是不是说一个急 而且是马上就能拿钱 就能造出来的 它是要慢慢泡出来的 但是一个是 你形成一个趣味需要很长的时间 好就像说一代能富 但是三代才能会穿衣服一样 对吧 这个需要一个时间 一个积累 可是呢你要是造一个假的 这个是非常快的 马上把这个这种 就是糙的 爆发户的趣味 倒是马上就能普遍 我发现 比如说我发现 我们中国人们看了 已经习惯了 是新就等于好 光彩光鲜 它就等于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高级的东西 我们不会比如说 甚至像做旧这种概念 就很难理解了 你知道吗 有些人觉得太新的东西 是不好的 它显得很浅很薄 要旧一点才有一些历史的沉淀感 我们这个趣味已经倒过来了 没有 对 我们是洗心研究了 我们彻底的洗心研究 我这个工作的这个研究所 有一个项目 就是一些搞环境的学者 这应该是有品味的了吧 到了纽约去开会 然后我们这个美国人的头 很兴致勃勃带他们说 你们去参观 因为我们这儿一个 也算是景点了 说我们是把一个老的铁路 原来贯穿这个曼哈顿 下城的 原来是运货的 这么一铁路 我们把它保存下来了 做了很多年 做成一个公园 城市里公园 就这么一段 还好 民间筹资很多 然后带去看了 然后我们这环境学者 表面上是很客气 对客气 私下跟我说 说的 扎老师 这能算公园吗 这他们还觉得是景点呢 这么破破烂烂 就一些野树 就一些种的一些野树 这什么呀 他就觉得一点不富丽堂皇 没有那些盆景啊 很富贵的花 这算什么呀 他就不觉得这种自然 其实你要是换一个品位 它是很美的 你知道 他有一种历史感 有一个列车 到很多纽约市民去看 很自然的一些树 不是很那个张扬 没错 但是扎老师 这还就是老百姓 跟你还真是不一样 这咱们广告之后 我说是学者 也有感想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东鹏磁川截取黄牌大放送 神秘莫测的朝鲜 举步维艰的国度 年轻领袖金正恩 带领国家审慎改变 富皇设置组 再度进入朝鲜 经历前所未有的报道开放 深入人民军军营 专访经济学泰岛 朝鲜即行2012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你看好像啊 这个现在我去欧洲啊 包括去台湾 我发现这个其实在老百姓当中啊 爱惜旧物 就是旧的东西很爱惜也很好 其实并不见得是只有知识分子才明白 好像这是过去许多民族的一种常识 但是呢 我又注意到呢 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国家 比如说我父亲啊 我觉得他们这一辈人呢 对新旧就不太敏感 他就会觉得 我觉得他有个旧皮箱 我想留着 他说哎呀 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要这个 前一阵 我就是说我也不怕得罪人 这也不一定是得罪人 我要夸他 首博 首都博物馆 我爸爸来北京 我就陪他去看这个首博 我这一圈看下来啊 我可什么感觉 我说这个是公园呢 还是博物馆 这不都是副制品呢 就括号副制品 副制品副制品 大量的都是副制品 但不是说没有这东西 也不少啊 但是离我想象的 我去博物馆啊 尤其是比如说北京民俗文化 我爸爸叹为官职 你看这叫我爸爸就代表人民吧 他爱看 我不代 我是人民对立面 我也不是 也不是 我也知道他为什么爱看 真是做的很花功夫 为什么 他把整个北京胡同 天桥 五行八座 上百个都弄成真人大小的泥塑啊 弄那么一条街 那你说这博物馆是不是花尽了这个心思和工本 确实是好看 甚至是这个这个台子啊 京剧的舞台都给你建起来 在博物馆里头 可是我想象的博物馆是很多旧物的 很多真东西的 没有多少件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受 不是这个这个问题我就更感慨了 因为这我又扯到大问题了 比如说咱们这个深奥的时候吧 咱们的口号是新北京新奥运 都是新的 这个后来翻成英文的时候啊 他新奥运他没敢翻成是新奥运 既不能new也不能no 他就他翻成great olympic 然后他但是他是new北京 great olympic 但是我老自个跟自个儿较劲 我这人要说 所以这人读书读多了 越读越纯就是这样 我说这北京他不能新呢 是不是 北京你好赖 也混了八九百年了 你能新吗 你新深圳可以 新休斯顿也可以 对 是不是 可是北京一样新上海都行 新上海都不能太新 因为上海三十年代已经留下很辉煌的 他叫新天地 就很多外国人就觉得这假的 你说叫新天地才是假的 这跟毛喜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你要叫老北京 这个和 敢叫日月 换新天 这不是 这个 毛喜说五年代占天门 我们看的新北京就是一片烟土工业化的梦想 彭真 彭真说的 北京实际 一片烟土 彭真说的 然后说梁思成哭了 是明慧英哭了一听 我就说一个是新北京 这回我老觉得都别扭 我北京 您别再新了 再新就找不 没北京了 再一个您刚才说的 毛主席赶交日线 今天旧贸换新颜 确实不错 但是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知道五十年代呀 苏联共产党人的一篇专论 我们还学习过 叫新与旧的斗争 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对 那当然 新就代表革命 代表前进 咱们就 就代表 这个苏联 他把它变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就是新与旧 对 而且咱们新北京的规划的图是莫斯科的 莫斯科三十年代的这个大莫斯科的规划 翻到咱们这儿来了 真的 我研究过这事 因为梁思成他们是想原来保留旧城 就像等于我刚才说那纽约那铁道 它也是高起来的 一样的 但是你在一个农民革命成功的时候的 你的想象的一个新的国家 新的城市 绝对是不能接受那个的 是要一种工业化的 展新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保守 保守这个话呀 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话 不是 但是在我国当代呢 保守绝对是一个坏话 实际任何 任何的事物啊 它其实都有两面 一面呢就是要变革 变革就是变革那些过得时的 不好的或者负面的东西 还有一面就是要保守 就是要保守住你那个好的家底 您的那点文化的家底 您的那点优秀品质 你这有醇厚的民风 对 或者有北京的什么原汁原味的小吃 有大古书 这都被咱们批判掉了 对对对 现在一说保守主义说当正面老提英国的保守主义 好像源头在他那 其实咱们孔子就是保守主义的先祖啊 他就是保守啊 克己赋礼不是保守吗 他要以朝为模式 在他那时候说那不就是要保守以前的传统吗 不光孔子啊 当时其实先秦很多人都认为更早 是他那个社会风气更好 对 古代都是这样吧 就三代以前啊 都是崇拜这个姚舜宇 觉得是越以前的 越是好的 这个咱们就是从鸦片 说大问题 就鸦片战争以后 这就不行了吧 就落后就挨打呀 怎么还能保守呢 当然要追赶了 所以我就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开始喜欢新的了 是不是从清末 五四的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开始就说新 因为过去几千年 中国的主流文化 确实都是怀念慎忠追远嘛 中国呀 他两面都有 中国一个是 就您说慎忠追远这一面 对 但是您别忘了上书里就已经提出了 狗日新 幼日新 日日新 咱们这话都说起来 咱们 你谈中国的事 您必须什么话都说上 你少说一句就错 没错 而且烧工店不是 咱们行 旧的不去新都来 没错 没错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段文明启示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